现在进入新闻龙卷风的最近爆 在今天礼拜一的这个时候 我们一开始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 最主要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在于说 整个案情发展到现在已经39天了 而这39天下来之后呢 你有没有发现到 好像还在原地踏步 为什么原地踏步呢 因为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 马总统飞机飞出国了 那你一定会想说 为什么跟马总统有关 因为呢立法院的案子三读通过之后 要马总统要公布才行 但是马总统这个名字没签下去 案子没办法公布啦 还有另外我们在今天的时候呢 张有华还会来告诉你在整个红案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人叫做张志伟 这个人他能够安全而退庄 为什么他可以退庄 因为呢最重要是 他知道怎么样的方式 让他不会牵扯进红案当中 还有今天X先生还要告诉你 上礼拜讲到的这装备补给的问题 许多军品流到了六级场 奇怪耶 军队里面只有五级场 为什么会有六级场呢 今天我们就要带你看看 什么叫做六级场了 还有红舅舅现在也赶到了我们的现场了 案子到现在已经39天了 红舅舅真的非常的辛苦 但是为的就是要给仲邱一个真相 而真相在哪里呢 现在到了现在这个时候 今天洪家的律师提出了一件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他们没办法越卷耶 为什么不能越卷呢 因为最重要是整个案情现在还没有交到陶检手上 还在军检的手上 是啊 我们晓得红舅舅的死 如果要重于泰山 那最重要的就是军神法呢 火速通过耶 大家想想看 8月3号的时候当时呢 看到白山军上街头 25万人 25万人降级了八月血 我们晓得真相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军神法交由一般民间司法单位 这样子的话呢 也是军中人权的一个大要禁 可是呢还记不记得到了 我记得是大概六号 礼拜六他们上街头 结果礼拜二立法院一天之内火速通过 本来行政院长江一华还讲说 两阶段修法好不好 一天内 礼拜二有8月6号马上就过关了 结果立委说 没有没有 一次到位 要就一次到位 好啦 你看看 这真的是军事法庭上面一个大要禁 是啊 但这个大要禁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呢 它前面是快马加鞭 但是观众朋友你晓不晓得 这个快马到一个地方卡住了 到哪里卡住了 因为你这个修法三读通过 你还是要总统公布实施啊 是啊 总统人呢 人跑掉了 等一下 6号就通过了 为什么总统11号才出国啊 对 五天的时间 你先光讲说6号通过 那到总统11号出国这五天 这五天到底是为什么不公布 对 你看总统在哪 你看 你看 美国耶 对啊 好 那你这五天为什么不公布 那你现在又要去中南美 怎么才访问 那你可能12天之后才回来 那这一拖又要拖12天 但你想想看 从立法院走到总统府要走那五天的时间吗 好像不用走那么久吧 好啦 那我就发现了一个很讽刺的现象 各位还记不记得 第一次白山军上街头的时候 马英九去哪里 他去台中看宏家的家属 第二次白山军上街头呢 他跑去嘉义阿里山 对 越跑越远 还有更远的就是这次第三次军审法 等着他公布他跑去哪里 中南美洲访问 太平洋的另一端了 那这就会让人家觉得 这里头是不是你的既定行程不能推 还是军审法你有什么难言之以 不敢马上推呢 这是不是一种拖延战术呢 好 那我再跟各位讲一件事情 除了这个军审法之外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军检起诉书 我们都看到了嘛 对不对 但是原告就是宏家的家属的律师团 他不是只要看起诉书而已 他还要跃卷 跃卷的最重要的是 因为里头有很多被告的说辞 证人的证词 还有很多的证物 那你律师团一定要看过这些 你才知道法律的攻防嘛 才知道法律官司要怎么打嘛 对 好了 在军检的过程就看不到了 为什么 不给看 对 我也觉得很奇怪 军检不给看 检察官应该是站在被害者的家属这边 那结果没给看 那什么原因 不知道 那律师不是也站在被害者 应该两个都是同样 要帮助被害者才对 好 还没 那大家会说 没关系嘛 反正现在不是已经到军法院的阶段了吗 是啊 结果呢 越卷还是不行 因为军法院那边讲的方法是说 因为法官要先看 但是不是已经侦查终结了吗 为什么到了军事法院之后 结果律师还不能看到所有的卷子呢 对啊 所以有人讲 但这会不是刻意刁难呢 好啦 结果呢 这个军法院这边的发言人也有回应 他讲说 没有啊 那有刻意刁难 那是因为 这个其实 这个原告家属的律师团 他自己说申请月券日期是8月14啊 他不懂现在为什么洪家 尤其是洪家发言人就是洪慈悠嘛 不懂洪慈悠怎么现在突然讲说 讲什么 讲说我们一个字都没看到 所以军法院出来讲是这个原因 好 当然这个等一下九九又来嘛 我们可以叫九九说明 但是我不禁要问观众朋友一件事情 第一个先看军神法的公布 你从8月6日立法院通过 你这个公文送到冲冬府 怎么样 立法院跟冲冬府之间是怎样 隔了一个地球吗 那讲他这骑一骑十分钟就到了 要送这么久吗 所以我才讲这里头是不是有 不敢马上推的拖延战术在里头 第二个就是为什么一个字都没看到 为什么从军典那边看不到 军法院现在也看不到 然后呢 最后还要家属出来讲话 这个军法院才讲说 好了好了 8月14号是你们自己说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等一下九九可以讲一下 真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想想看 8月6号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了 可是从立法院走到总统府 这段路要走五天的时间吗 没有哦 不用那么久的时间 最快速见的话 三天内应该就要到达才对啊 为什么现在案子进不了总统府呢 是立法院这边行政公文的问题 还是总统府收发那边 收下来了 没网上承报呢 还是说案子现在还放在马总统的桌上 马总统视而不见 我飞出国到了中南美洲呢 案子究竟到了哪里去 为什么总统还不公布 而在等12天之后 都已经要接近8月底了 为什么要拖到8月底才要公布呢 其中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 当然就是有问题了 没问题 为什么案子要拖下来呢 但是刚刚 钟博友提到一个问题 律师想要审这些卷子 可是却不可以审 而军法院却说到说 哎呀 律师团提出来是 8月14号才要审 舅舅 您到了我们现场 真的是律师团说 8月14号才要审吗 这个我想要利用在这边 一定要跟我们 我们社会大众解释一下 刚刚我就是一直在处理这个事情 刚跟我们邱律师 还有李律师都在做联系 因为他们刚今天刚去那个 就是军高检那边递状 就是计押庭这个事情 那他们刚才出来 所以我跟他在做联系 第一点就是说 他们在7月31起诉书出来之后 他们就要递状了 当天就递状了 可是当天的递状 他并不清楚 你军高检 这个要转移给军高院 这个到底是几月几号不清楚 假设律师他有提到 如果说我今天是 押一个日期是8月3号 可是你8月3号 你军高检没有转移给军高院 那等于我这个 这个地状等于是没有效的 所以当初才会协调说 那我先押一个两个星期 8月14 可是押8月14 并不代表说 我们8月14要月券 刚刚我问了律师 从8月1号到今天 最少打个电话 打电话给他们 还有见面最少三次到五次 就是说他有印象的 光打电话最少三次 所以你们一直都有打电话 说要看 这个就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对军高院 我们有打了电话 碰面有提 然后那个军法官这边 通常是用技术性的阻挞 说他们要严谈庭要看 要看卷 所以不给我们看 这个部分我这边要提出 这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针对这一个军高院的部分 我们在8月5号 我们有四个律师 包括顾律师 邱律师 李律师等等 包括宏家大姐 有跟军高人开过会 军高检同意 当天8月5号是同意 要让我们越卷 而且要给我们电子党 可是经过8月6号 因为军神网被推翻以后 过关 然后那个8月7号 他就突然还回了 打电话给我们律师讲 他们的上头 不同意让我们越卷 为什么不同意让你们越卷 他就是不同意 只有没有任何理由 他就说我们 没这样理由 是 因为当初8月5号那一天 包括我们的这次主办的 这个组检黄蜂能 还有一个平台叫罗宗孝 还有一个检察官叫张学昌 这些都有跟我们家属 跟律师团开会 8月5号是同意让给我们电子党 给我们月卷的 那8月7号他是也没有任何理由 就是上头不同意 但是这样算起来 你们已经要求了七天 一个礼拜的时间要求 他们一样都不给你们就对了 军高检就是推给军高院 那军高院我们除了电话 还有见面 这中间应该 应该我律师给我讲说 他不记得其实最好三五次 但是目前他们竟然用 我们的公文里面 是提8月14来 跟社会大众做解释 我是觉得这是很瞎 这是很瞎 这是在蒙骗我们社会大众 蒙骗我们红家 但军检正常来说 应该是要站在你们被害者这一边 为什么他反而好像 又在帮军方说话 应该我觉得是技术性 你已经同意了 你8月5号就同意了 有开会有同意 那你为什么8月7号 只来通电话说 上头不同意 那到底上头是谁 那红舅舅 问你一个问题 现在马总统出国了 案子在立法院 虽然三读通过了 但是现在送到了总统府之后 结果因为总统出国 文被压在桌上 您觉得这样的看法怎么样 我想你正常8月6号 他通过嘛 正常10天 加公告3天生效 8月19号就要生效 那今天为什么出不了立法院 我听说是礼拜二 明天才要出立法院 然后出立法院以后 等总统回来8月22号 他出往南美巴拉圭 就算他回来以后最快 当天就签 也要三天 8月25公告 所以很有可能 一拖再拖拖到月底 那这个对我们家属来讲 其实是 我们觉得是一种 应该是说 监牢啦 那因为全国百姓 大家都在注目这个事情 我想这边也是要提 所以案子等于是过了之后 结果是卡在立法院那边 还出不来 是卡在立法院 为什么 你明明这么快 三读草案通过 因为记者有去查 他现在还在立法院 礼拜二才要送到总统府 所以也就是说 明天才要送去总统府 那这个又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我觉得是技术性的阻挠 那站在家属这边 我们是完全是 是觉得说他 如果是真心管定了 应该照理来讲 他出访前就要签署 因为他在出访前一天 我们就 洪家就发生 那个 发一个新闻稿 要求他出国前 要先去签署 才不会去delay到 这一个公告的时间 但是并没有得到一个 三里的一个回答 那现在等于说 案子是疙瘩妹 不过听说好像这个律师团 好像他们要提出这个 抗告 控告是不是 要提出控告 没有说提出控告 是今天是去提抗告 抗告要去抗告 这四个人 四个人还要提出 再来一次的抗告 对 今天去做的最主要是这个目的 像是还有一个沟通 能够以后陶检这边 能够提出一个 一个沟通 那理由可以对外透露一些吗 因为上次 上次的抗告并没有成功 上次是因为以篡政的理由 去延压 希望说延压 但是这个方法没办法 我们就是用灭证的 绕一个 用另外用灭证的方式去 看是不是能够把 这些人压下来 但是这样的抗告 要提出比较有利的证据 现在这样的话 以灭什么证据 会能够压得了他们 好像该灭的 也灭到差不多了吧 这个说法是说 我们律师跟军检这边 会在商量 那当然灭证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脉络可循 现在很多的证据 包括那个供诉状 那供诉状其实里面 通通有写他们病中救星病 并没有采用 那个灭证的部分 其实包含 我先举个例子 包含何江中跟黄天任 他们当初在7月27日 坐在同一部车 这个媒体都有披露 都炒得飞 当天的车子里面 因为现在已经查出来说 不管是542旅的车 或是269的车 里面都有行车记录器 既然有行车的记录器 他就算没有拍到影像档 最起码都有录到音 这些东西你军检不知道吗 更何况当初我记得 在解剖那天7月15号 我就要求军检 所有河江中的通联记录 到底你有没有去查 当初他们还没有被关 也没有还背心 你有没有真的去做 这些都属于灭证的一部分 但军检这次 有站在你们家属这一方的吗 我想表面上 是一定是站在家属这一方 因为他是跟我们结合以后 才有办法去跟军院对抗 但是站在我的立场 我们宏家立场 我是觉得说军检军院是一家 当初如果说军检他愿意办 第一个不是只有保全证据 是有些我们提供 要求你去办 有没有刻意不办 或是延后再办 这个部分都是目前 为什么社会大众 对军检 不能够放心的地方 更何况现在军检 只是代表我们律师 跟军院提出抗告 要压这几个人 可是最后的结果没有成功 当然其实 今天就算再提 我们其实也是很担心 是不是第一个能够成功 第二个能真的压得了他们 看看现在四个人交保了 这四个人当中 大家最注意的是谁 范左宪 范左宪只是一个 五四两旅的上市 但是这个上市不简单 为什么不简单 你看他骑的重机 他每个月的生活 开销这么的庞大 一个上市 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 但是在军高检这边的 侦办的方向来说 重力罪 还有赌博罪 其他跟洪仲秋的案件当中 好像都是轻轻放下 为什么对范左宪会有这样的特别待遇 刚刚洪舅九讲到灭政 我先讲 六军团政战主任 简世伟是少将 范左宪 左宪天皇 只不过是一个上市而已 我现在问简世伟 在洪仲秋案爆发后 你有没有找 范左宪到六军团的 资安官是有没有这回事 等一下 他只是个上市 为什么少将要找一个上市 跑到六军团去了 我们当兵 我是一个御官少尉 想要见少将校长 或者是上校教育长 都困难重重 一个上市 简世伟居然不要脸的 去帮他服务 那我想请问简世伟 你跟范左宪是什么关系 你把他带到六军团以后 对于所有范左宪的脸书 还有相关的资讯画面 你是不是叫资安官 一个一个删除 有没有这回事 你跟范左宪是什么关系 你到了今天 应该要好好的交代了吧 因为从简世伟 对范左宪的袒护 证实的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这件事情 就是范左宪 是你政战系统的 保防细胞 但是范左宪不是 只是个上市吗 跟政战体系来说 应该是没有关联性 因为他在五四两旅 他算是一个支撑士官 这个支撑士官 他每隔三个礼拜 甚至于两个礼拜 他要向六军团 政战部主任 去报告相关的事宜 因为布线都是上一级 对下一级 就是说 简世伟布线 可以布到五四二旅 五四二旅的政战主任 他的布线是要到营级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们来看 为什么政战系统 这是全面的保护 范左宪 甚至于让 沈维斯 都不得不 对范左宪 礼让三分 各位可以看一看 七月九号晚上 在五八六旅 这也是国防部军事发言人 罗绍和他指证我的 他说张有华报道不实 我说七月九号 两次灭政大会 或者篡政大会 他说有三次 这一次是在七月九号晚上 所以 所以那你看他们这种脑袋 我已经讲两次 算百分之六十六了 你难不成希望 我讲百分之百 罗绍和我告诉你 我讲的就是百分之百 沈维斯有没有讲 你们害我违法 出了门 你们什么都不要说 这个是到洪家的一个 以后沈维斯召见了他们 各位看一看 也就是说 头七晚上到了洪家之后 回来 沈维斯又召见了 陈以仁跟范左宪了 对 我现在告诉各位 陈以仁也是保防细胞 两个人都是六边 所以他们两个人 等于听命六军团的 政战主任简世伟 对 所以我们才慢慢的去爬疏 为什么洪宗秋案 所有的政战系统人员 包含吴义族在内 通通都pass过关 我们再来看 现在政战系统 他们在查什么事 王明我 那我问你 你有没有最近几乎 天天跟五四二 或者两六九 或者是相关人士 涉案的相关人士 通通天天都在通话 有没有这回事 王明我 有没有这回事 王明我是谁 王明我叫军中阿信 总政战局的局长 总政战局局长 那是政战头 我的被告 他是我的被告 王明我 你既然你想要知道 死亡笔记本 我就告诉你 各位看这三个人是谁 三个人当中 一个人是志愿医 两个人是义务医 我就跟你讲到这里 我先讲这三个人 就是洪中秋 在七月三号 送到三军总医院的时候 范左线 吴义竹一通电话 打给了谁 打给谁 打给了刘延俊 打给刘延俊 好 刘延俊他马上 这个人应该跟 洪中秋不错 那其中的士兵 有一个经常跟洪中秋压车的 他还在服役 另外一个 也是帮洪中秋是跑来跑去的 就是公文 地来地去的 这三个人 你是不是先找了两个 去收洪中秋的内务柜 然后放进了黄埔大背包里面 除了这个以外 七月四号上午 七月四号上午 第一次是七月三号 七月四号 你有没有叫另外一个兵 再收一次 所以等于是收了两次了 他也是把王冠出身 总共收了两次 然后 这两个兵当中的一个 你有没有叫他在黄埔背包里面 把这个笔记本 还有他所有的书面文件都拿了出来 有没有这回事 刘元俊 然后报到监察官 苏建伟那边去 所以我们看 七月九号在篡政的时候 沈维治才拿出一个笔记本 出来 干什么 他说你们都指着那个东西 说你们都看过那个东西了吧 所谓看过那个东西 就是死亡笔记本 所以也就是说 真实有死亡笔记本存在 真实的有许许多的人 最起码五个人以上看见 至少 这三个兵当中 我能确定有两个兵 是看过死亡笔记本 至少 其他人我通通不讲 那我先讲 新闻讲究第一手 对不对 谁第一手 不是刘元俊看的 而是他们这三个当中 有人看过 潘信 陈信 士兵 还有一个X的 这个X的 你们查得出来 我就随便你 他是我秘密线人 他就跟我讲 然后刘元俊才拿去看 刘元俊拿去看 然后交给了吴义竹说 这个东西我们怎么处理 交给了监察官 监察官送给参谋主任 那我把这个信画出来 参谋主任 参谋主任看完了以后 会代家有 代家有也有看过 好 看完了以后 才送给他们两个看 所以政战主任也看了 副旅长跟旅长也看了 但是那是七八首 所以最后一次出现 是7月19号 7月19号各位想想看 那天发生了什么事 何江中收押没有多久的第二天 这个就在监察官的标准 所以我们讲完了以后 才有8月6号 军检进入了六五军团 约寻了检视委等监察官 包含52旅的相关人士 那这个里面究竟有什么 我也希望军检能够向各位观众报告 毕竟在起诉书上面 没有提到这一段 没有提到这一段 我们再回过头去来看 由于范左宪 陈以仁 他们都是不同单位 部件的保防细胞 所以这些政政人员 就非常的维护他们 各位看一看 大家有 有没有起诉 没有 但是他6月28号 做了什么事 好 虚运故事 对于洪仲秋的求救简讯 虚运故事 然后你看陈以仁说了多少话 我想这一些政战系统 没有一个人被受到起诉 说明了一个事实 包含了陈以仁都不起诉 说明了一个事实 就是说陈以仁跟范左宪 他角色的诡异 让我们理解到 政战系统到了今天 他还在操控 军高检办案 不然的话 这个案子是我张有华的话 我老早就破了 看看案子办到现在 原来范左宪 可能是这六军团 安排在这五四两旅里面的 政战细胞 而这个保防细胞 最主要的功能就在于说 五四两旅里面 有任何的事情 他可以直接面报到 六军团的政战主任 简世伟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这范左宪嘛 我们简单的说 他就是一个 五四两旅里面的廖北亚 还有包含另外一个就是陈以仁 可是这两个廖北亚安排在里面 那就像那剧情 无间道当中的梁朝伟 还是像那在警戒当中 黑道的刘德华呢 这我们就要再仔细地研读了 不过注意到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如果是利用他们这个保防细胞的身份 而在这五四两旅里面 从中作梗 从中获利 因为他们拥有六军团的这个附身胡的话 那可不得了啊 所以你看到范左宪的生活 可是逍遥至极 称之为左宪天皇 可是舅舅 我要问问您了 这个成功笔记本在这张有华说出来之后呢 他也讲了里面其中的几个点 而这个点 一个包含了军品的外泄 第二个包含了军油的外泄 现在的这个时候呢 隔了一个月 这军检才开始在办 你有什么感想 我想 因为媒体这阵子 针对军品 还有军油部分 其实也吵得沸沸扬扬 那我就不相信说军检这部分 他都不知道 耳朵都捂起来 除非说他故意做切割 说难听一点 这个真的是 就算说他完全都没有听到媒体所发言 那我们家属的部分在7月10号 7月15 7月17 7月22 这四次军检会议 我们都有要求去查 范 就范左宪 他所有的收据 他所有的金流跟通联 结果查了没 但是目前都没有 联企出处里面通通没有提到 没提到 是 所以我说是不是他故意在做切割 结果人还放出来了 是 那他们自己 吕布莲里面的玉才是那些帐幕资料 是 军检有查吗 我想 我也想要知道 因为我说过这四次 我们都要求军检要查 金流收据跟 金流收据跟通联 那到目前来讲 通通 起诉书也没有看到 他说把他切割掉了 那这个当我想社会上 这个社会大众都一定想要了解 所以等于起诉书里面 完全没有提到这档子事情了 是 那现在以目前看来的话 在军检他的整个侦办方向来说 未来你觉得 油跟军品的部分 他应该会搬下去吗 以你们律师团所知的 其实包括军 我现在军流我不清楚 军品的部分 其实我这里 我们其实在这段时间 其实都有秘密证人来提出 我们这边通过立法委员 包括萧美琴 还有陈廷威立委 都要求说 是不是能够对秘密证人 能够有所保护 但是这一块到目前为止 军方都没有同意 所以你说就算有秘证 他不敢站出来也没有用 所以我们只是另一个 就是才会说绕个方向 既然证人不能出来讲话 那你是不是要从他的单据 那些金流方面你要去查 所有的账户 所有的自己的存款账户 这个去查 我想一定有脉络可循 那为什么不查 为什么不查 不查的可能性 就是表示这个洞很大 而这个洞如果查下去 可能事情会越被啊康越大 但我们注意到 我们龙卷风里面报导说 这五四两旅两个湖里面有装备 军检的确是看了 真的有装备 但是水底下还有更多的东西存在 而油的部分也是一个大洞 因为装甲驴里面什么呢 最多油的部分是最多的 范左线他们这一干人等 是否真的有军品到卖的现象 不过所有当过兵的阿兵哥们 所有当过兵的电视观众朋友 你想想看 你曾经在外面买过军品 为了连上的装备吧 每个人几乎都碰过 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这就表示说整个经理装备来说 本来就有一些辞职的问题存在 而这些问题衍生从古至今 甚至连沈威志在当营长的时候 就他的营而言也已经有状况了 你刚 擎天水库 我告诉你 灯光明媚在哪 在哪 在金门 金门哦 我跟你讲那地方真漂亮 我坦白讲一句 金门最漂亮的一个景点 擎天水库 不过 你要找东西 你要藏东西 也要去擎天水库 等一下 水库里面只有水 还有什么东西可藏啊 五四两旅有月祥湖对不对 对啊 我们金门装甲部队有擎天水库 原来金门的装甲部队里面 也有个擎天水库的存在 为什么好用的 金门也自知有一个战车营在那边 就是啊 那最大的头当时 沈威志 沈威志在金门当营长 金门就这么一个战车营 这个是大约有超过十年以上 这是真的是爆料专线来的 他说十多年前沈威志还是忠孝 占上校缺的装甲营的营长 那时候还有营哦 仔细听 现在全部都是联兵旅了 可是那时候还是刚上任的新营长 你知道他刚上任 两颗花的忠孝 到任的时候 一副刀貌安然哦 我跟你讲 就政战主任晚点名的时候 趁营长还没到的时候 跟所有弟兄怎么说 人家可是要升将军的 你们眼睛要放亮一点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才中校而已 上校都还没升就已经说他要升将军了 我跟你讲 是有前途的 叫做明日之星审威志 因为要先外调完再回来 就有升上更高的位子的机会了 没错 这个时候告诫底下士官兵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 高庄检要到了 人家要升将军 你们不要搞一些有的没有的出来 不要多一顶防毒面具 这样子 对 少一个BIC拐拐 那我高庄检就死定了 对啊 我告诉你 你只要被浸一次缺点 那个少将就不用升了 要零缺点 完全零缺点 那高庄检也得零缺师 一定要零缺点 连那个 我跟你讲 连那个铜油都要擦得亮亮的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搞得很清楚 任何人出问题 害我们营长站不到上校圈 升不了将军的话 你就好看啦 这一条路其实很长 居然那个时候就已经正在主任就可以预告了 大家都懂那个意思了 可见他当时在军中的仕途 真的是非常顺遂 也非常有前途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多了东西 对不对 就放到这边来 放到水库里面 可不是把 不是像什么外面乱讲说 把站车开进去 丢到水里面 不是这样 是你要藏在晴天水库 后面有一大片山坡 你意思是说挖个洞埋下去 对 洞要挖好一点 为什么 以后学弟要的时候还可以再挖出来 还可以再拿回来用 比如多出来的刺刀等等 弹夹什么 对不对 你要摆好 你不要到时候 有一天又少了 少了又拿不回来了 对不对 他常常去看 所以有人进去 有人出来 还会遇上 大家心照不宣 原来如此 这就是专门藏军品的晴天水库 好 讲完这个的话 你就想 我们一直讲高庄俭 这对于一个要升少将的军中的军官 是非常重要的 对不对 曾经这个就被媒体报道 这不是我们 就是说这个不是爆料的 是登在报纸上面的 一个陆战99旅 是仅次于66旅 海军的陆战队 最强的叫66旅 以前只有66跟99两个师 现在变成旅了 变成连兵旅了 竟然发生什么事情 一个士兵因为跟连长不高兴 生气退伍的时候 把一把T91战斗步枪的枪击 给拿走了 这就好像什么意思 他退伍怎么还可以把枪击给拿出去 我跟你讲 太夸张了吧 让你不能玩 什么叫不能玩 让你高庄俭不能玩 那就少了营戒 少了料戒了 警察领检赌场的时候 把一颗麻将拿走 看你们怎么玩 好 你连长这样对我对不对 我要被退伍 我就把枪击给拿走 大家要知道枪击是枪击 一把枪里面最重要的原件 为什么 它包含撞针 它的总成 没有枪击 这把枪就等于没有用 根本不能激发子弹 T91是我们现在在 就是说我们努力在推的 可以外销的 新型的步枪 但是它跟T65国照 65步枪 其实它的枪击原件总成 是类似的 几乎说一模一样 可是好像不能混装 对 不能混装 可是那连长要交代 对啊 那怎么办 正好这时候没有缺料 没有军品 你要装检了 连长竟然跑到外面 我告诉你 你相信吗 什么事 军品店买到一模一样的 65步枪的枪击回来 等一下 外面的军 不是T91 他去买一把 外面军品店可以买到 65步枪的枪击 枪击是真的 不是土造的 结果那枪击呢 枪击再 把他给刀回去 你知道吗 装检 但不行啊 不能用对不对 只能装检 只能看到有 但是你绝对拉不了啊 好 OK 这件事情我告诉你 没有冬窗事发 到最后这个兵受不了了 我要整你啊 这连长竟然没有被惩处 你知道 电话拿起来 报告 我是退伍的某某某 我偷了你的一根枪击 结果那个连长已经掉走了 裁判官一看高装检的时候说 你们连上怎么多了一把枪击 太荒唐了吧 少了一把T95步枪的枪击 但多了一个65步枪的枪击 这件事情被媒体批漏 所以大家就能够理解 像这样子我讲的只是一个小端 小事而已 可是更大的军品 你在外面既然可以想尽办法 拿得到 这种高装检根本就是什么 假装检 而且就像范左线 有了像这样的事情 就可以上下其手 看油了 这个装检根本都是 一切都是玩假的 高装检真的是在玩假的吗 高装检只是一个表面 抹粉的一个假象 让大家看到美美的军品在前面 其实箍子里面 已经烂到一个不行吗 高装检 大家来想想看 当过兵的人一定都知道 听到那高装检 你晚上做梦都会吓醒呢 因为如果你是车保士 或者是旅保的话 你光这两部车 要斗起来 那你可头大了 你晚上光擦那个轮胎 擦到早上 已经惨了起床号 你可能还在应付那轮胎 怎么样变得跟皮鞋 一样的亮晶晶呢 可是说到高装检缺了零件 部队里面有二级场 三级场 四级 五级场 到了最高了 可是部队的外面 营区外面 有一个叫做六级场 这六级场可不得了啊 你刚刚讲高装检 我跟各位讲 管你是天上飞的 还是地上爬的 还是水中游的 你到了高装检的时候 你就要怎么样 要让我们这些检察官知道说 你的这些武器 车子都维持得很好 像我们当年打过越战的卡车 停在那边跟新的一样 你要是有零件多的 你要藏起来 你要是有零件少的 你要伸出来 对 观众朋友知道了 不多不少就对了啦 好 那你刚刚讲到 那这些东西 平常的保修单位是什么 观众朋友 当过拼的营地都知道 有五级单位嘛 来 第一个 一级单位是什么 就是比方说测量负责人 就是那个驾驶兵 车子要打轮胎打气 是不是 该润滑的要润滑 该洗车要洗车嘛 OK 好 该上油漆的时候 就得要把它擦得亮晶晶了 没错 那如果二级场呢 就有很多士官 轮保式的车材补给士 这些大部分都是由义务役的士官来担任 那通常是营部 或者是一些直属联都有 那这个能够维修的 我们要山油山水 保养什么等等 那三级场呢 更高一级了 跑到旅部去了 那同样也是那些士官 但这些士官可能就不是义务役了 就要致愿意的 那二级场请掉不到的零件 或修不好的 就丢到三级场去修 所以车子只要有比较大的问题 气缸 引擎 变速箱出问题 开始送进三级场了 那四级场就军团才有了 而且就是比较一些什么 高精密的武器的维修 战车的那个数位射控系统 那就得送到四级场了 那五级场呢 到联勤兵工厂 那个连炮管都可以换 那你刚刚讲的六级场呢 对啊 那照这样子来与此类推的话 那你这么讲部队里面只有到五级场 怎么冒出了个六级场 六级场如果连情都搞不定 那是怎么样送给外星人修吗 当然不是 六级场就是你刚才讲的 民间的那些什么 能够帮你伸出你买不到的 你修不好的 来到我这套具广告词常讲的 什么都有 什么都卖 什么都不奇怪 那你这么讲 六级场比五级场还要厉害 是 好 那我跟各位讲 你看每次演训的时候 你看到陆海空三军的 他们的武器 真的是很Man 对不对 可是到了高章节 你要是顾不好 你就Man不起来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我明天就要有高章节了 结果我缺一把刺刀 好 结果我好兄弟干割在别的单位 你惨了 没关系 我有好兄弟要调货 喂 兄弟的 一边有鸡刺刀吗 学长 怎么啦 下去了 有鸡刺刀吗 不过一支了 一支就好 一支 待会把我送过 但是你要带我唱歌 这够好处理 刺刀快送过来 有 这样懂了吧 调货了 那调不到货怎么办 那怎么办 没关系 就到我们刚才讲的六级厂去升 虽然六级厂一般人讲说 奉赤的奖应该就讲军用品店吧 军用品店一般 大家的印象就是买一些 跟衣服有关的东西嘛 帽子 军服 接鸡章等等 可是我告诉你 有的军用品店 它就是可以升出不一样的东西 比方说像我刚才讲的刺刀 还有钢盔 曾经就有一个阿兵哥 他在汉光演习完毕之后 结果他的钢盔都没去 演习过程中掉在那个沙滩上 对 那根本没去怎么办 回去如果到时候 可能你可能会竞价 甚至然后被罚办怎么办 可以判去罚 结果他就跑到军用品店去买 结果一顶一千五百块 跟国造的一模一样 就是国造的 真的啊 那表示军用品有在外面卖嘛 是 那像我们刚才讲刺刀 刺刀有可能的来源是 比方说当初检验没过的 他也是原厂做的 但检验没过的 就流露到军用品店 或者是像是我们讲的一些 比方说手榴弹 什么 手榴弹 报废过程有人谋不张 结果就那些废带来全充 也可以卖给你 但是我跟各位讲 这里头就有很大的利润在 而且有很恐怖的什么 军用品被外卖的问题 来 刚刚刚才一千五一顶 对不对 好啦 结果有的军用品店 6K度突击部箱里面的所有零件 他也伸得出来 这么厉害 但是就有阿兵哥 曾经在军用品店 目击到一个恐怖的事情 什么事 我看了一个李平同的年轻人 拿了一个帆布袋 黑色帆布袋 一进去就放下去 他不是席卫斯斯特隆 他也不是蓝坡 结果里面拿出什么 哇塞 这你当兵没看过吧 防弹盔 这复合材质的防弹材料 这个有 我三军联训的时候 在那延训场我有带这个 好 来 六五步枪的弹夹 这些通通都在里头 结果老板数了几张 千元大钞给他 买了这么多东西 千元大钞而已 成本就这样而已 可是他卖给别人 我以刺刀为例 一把刺刀成本30块 我打个电话跟他吊 那是有兄弟情 不用钱 如果来到我刚才讲那个六级 居用品店 他可以卖你六千块 觀眾朋友也会问 居用品店这种 你讲的俗称的六级厂 他的 200倍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利润 就是因为你那里掉了刺刀 因为被我偷走 我要拿去居用品店卖掉 你又去跟他买 所以最后这把刺刀 又回到你手中 但是这个里头 利润就被我赚造了200倍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你生不出气兜 你可能就这样了 为什么 因为你会被罚办 所以六千块你花不花 花 那我就赚到了 中博这么讲 让我想到20年前 在三军联训场地 真的有阿兵哥 演习完刺刀不见 最后怎么办 只好跑去六级厂 买刺刀啊 不过说到买刺刀 讲到这六级厂 你有没有想过六级厂 究竟长的是什么德性 长的是什么样子呢 等一下休息回来 我们的X先生 他就要告诉你 六级厂里面 究竟有哪些玩意儿 究竟有哪些料件 我们今天将深入到六级厂内 休息一下 告诉你 有哪些玩意儿 有哪些玩意儿